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我们安琪老师也要分享一个健康补钙好料理 老师今天要做的是麻婆四宝 这个除了鹅二之外 也要放一下经常观众朋友 随手可得的高钙的食材豆腐 然后加一些绿色的小豌豆米 用冷冻青豆也可以 然后加一个美白菇 那这个麻婆其实它是一道名菜 麻婆这个词 它其实就代表了很多的辣椒 大蒜 它的新鲜料用的很多 那像如果拿今天这个麻婆 这边要来煮粉丝 就是所谓的蚂蚁上述 日本人叫麻婆春雨 就是我们的蚂蚁上述 所以它是一道有名的名菜 我去把它封锁化 那这边的水煮果的这种传统板豆腐 我们把它切成丁 传统板豆腐的好处就是说 它的膳食纤维跟含钙量 都比较高 比营养豆腐高 营养豆腐说起来营养 其实它是不太营养 而且传统豆腐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比方说吃素的人也可以吃 老人小孩牙齿不好的 你把它烹调好 它也很容易去这一个入口 入口 对 我们稍微汆烫它的目的是什么 这一个就是让它滑嫩 因为豆腐它里面它有这些豆腥味 然后把它汆烫一下它比较滑嫩 同时它会让豆腐有点缩起来 待会煮的时候它比较容易入味 所以我们就把它稍微烫一下 所以其实只是过一下热水 过一下热水 就不用说在锅子里头煮很久 煮滚 不需要 只要烫一下 那然后另外我们就这个橙蚝 就是我们今天的蚝啊 蚝啊 这蚝啊我们要把它洗干净 因为蚝啊我们在挑选的时候 要挑这种黑白分明的 就把它一颗一颗的洗 用手摸一摸 因为它会有这个磕的壳 对 那然后这个洗干净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这个放在我们的番薯粉 这是地瓜粉 地瓜粉 裹上它 裹上它 这个地瓜粉不要太早去裹它 因为它这个蚝啊它一直出水 对 我们只要把它这样拌一下 不要等它 因为你等它的话 待会它会更湿 对 就裹了太厚的番薯粉呢 口感也不好 好 我们只要它若有四五 每一个都抓到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大概就这样 好 然后就着亮了下 这种下法也有一点点像老师在下那个肉筋 对对对 一颗一颗让它分开来 因为番薯粉它有粘性 对 而且它有一点点要让它泡熟 对 所以也不用急 你如果说没有给它分开来的话 它都粘在一起了 对 所以我们要给它这样一颗一颗分开来 泡的时间要多长 泡的时间我们就只要它缩起来 所以这也很快 我们只是我们没有要它说很熟 我们只要它一颗一颗分开来 然后它外面裹了一点粉 对 所以它就会 所以也是一样泡一下汆烫一下 泡一下 而且待会因为还会再烹调 对 所以你不要把它在这个时间点节骨眼 就把它烧得过了 太热 对 好 好 那我们就这个该烫 我们把它两个先烫过 好 老师我们前制作业处理了豆腐跟鹅儿 我们可以来烧这一个麻婆的这一个灵魂 对 那我们这边加一点绞肉 好 因为肉才有肉香 那麻婆豆腐 对 热锅肉油 然后绞肉先炒香 对 老师我先请教你 传统的麻婆大家都知道一定有豆瓣酱 对 辣豆瓣酱 可是灵魂其实是花椒粉 花椒粉 对 但是很多人以为麻婆豆腐的麻 指的是这个花椒粉的麻 其实不是 这个是一段名菜 在清朝的时候 有一个女的她因为丈夫过世了 所以她就跟她的小姑无语为生 她就在家里头就开了一个小吃店 她先生以前是个卖肉的 所以她先生的朋友就收摊了之后就会来带个肉 就说帮我们烧一个豆腐吧 结果他们就拿这个烧着豆腐的很好吃 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到她家去吃豆腐 因为这个女的脸上有麻子 所以他们就简称她是叫麻婆 我们就到陈麻婆那里去吃豆腐 所以麻婆是人民 麻婆是人民 不是指的花椒的麻 不是香料的麻 不是花椒的麻 那我们这边有这个辣豆瓣酱 豆瓣酱是灵魂 还有我们的这个大蒜也要下来炒香 先把角肉稍微炒熟炒香炒开 那这个时候豆瓣酱的酱香也要炒出来 那蒜头也在这个时候下来炒香 炒香 如果喜欢吃姜的 现在是嫩姜的季节 也可以放点姜末 那这个麻婆豆腐的 它最早做的时候用的是牛肉 所以像在内地或者是像在日本 有的时候你们吃麻婆豆腐 会吃到牛肉做的 其实你不要以为它做错了 它才是正宗的 它是牛肉的 那台湾一般都用猪脚肉了 对 用猪脚肉 因为台湾很多人不吃 酱油吗 酱油来一点 好 然后我们就来加水 好 所以花椒粉是最后下 花椒粉最后下 太早下是不是会苦啊 太早下它的麻味会 麻香味会被煮掉 真的哦 所以有点像胡椒粉 我们有的时候是最后 对 都是最后才下 对对对 香气的东西就是要最后下 老师酌亮了酱油下去之后 调了一点点水 然后当然哦 这个辣有的时候需要 酌亮的糖 很少很少的糖 因为我们不用味精一些东西 我们就用糖 然后还是也来一点盐 好 老师那你这个甜豆跟菇 都是后面才要下 对 都后面才下 所以我们酱是咸的 酱是咸的 可是呢你会发现 像菇是没有味道的 豆腐是没有味道的 对 它就是一个食物的调味 跟烹调的平衡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下 好 我们豆腐就可以来 进去烧它了 然后这个菇也可以先下 对 菇也是没有味道的 对 好 把它两个先下一下 稍微会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橙油 还是有水 对 把它这个沥干 沥干的话 就不要它的腥气下来 对 然后呢 这个也是一样让它下 让它煮滚 那我们这个是变化版的 对 麻婆豆腐 或者是说丰富版的 丰富版 对 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小家庭 真的会很喜欢 一两道菜吃足营养素 大锅煮 然后一次把它吃干净 对 也不要说什么 烧一个菜啊 就吃个两天啊 对 其实它那个新鲜度都打折了 对 好 把它煮滚 那这个小豆最厚 小豆因为它很小 豆是生的 对 那我们放里面 大概煮个半分钟 一分钟 因为它小 所以很快熟 这是很快熟的 对 好 那我们就稍微 给它带点芡 那因为煮这个豆腐的东西 豆腐不容易入味 你可以盖上锅盖 稍微给它带点芡也可以 好 我们这个让它煮滚了之后 煮滚了勾芡 那食材熟了之后 打一点薄芡 好 这个薄芡 也是可以稍微斟酌 对 那如果像很多外面有这种盖饭 配饭它其实是非常棒的 对 日本人喜欢这样子配 吃麻婆盖饭 好 那最后我们下来的是 我们的葱花 好 所以那个花椒粉是最后最后 最后撒在上面 葱花麻油 葱花麻油先 然后我们装盘子之后 装盘之后再淋花椒粉 再淋花椒粉 你可以先下一半让它能够在里面有味道 然后再会顶上我们再撒一点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葱老师的这道菜呢 我远远就闻到那个浓浓的川菜味道 一吃下去呢 其实我觉得没有像川菜这么的麻辣 这么难熟 那个是蛮顺口的一个口感 而且我很佩服这种做法 其实可以把我们不喜欢吃的青菜加下去 比如说有些小孩子不喜欢吃茄子 不喜欢吃一些纤维之高的青菜 你就跟这个酱料一起混下去 就一口全部吃下去 虽然刚才安琪老师有说 麻婆的麻花椒不是主角 但是在我们中医来看 花椒有一个醒皮去湿 在夏天是一个很好的料理 而且也是在我们没有空煮饭的时候 这个是很好带便当的料理